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,一般的家庭总是会想着让自己的孩子有所作为,这应该也是所有家长的同一想法。 所以现在的许多家长在孩子们很小的时候,就会把他们送到各种各样的补习班里,就想着自己的孩子总有一天会飞黄腾达,娱乐圈里的明星父母也是一样的。 比如闫妮,闫妮大家应该都非常的熟悉吧,我们也都是从《武林外传》里面知道她的,就这部电视剧里面她的许多造型,也是让众人都很富大笑,尤其是在说这一口小戏话的时候,小编对这部电视剧,也是非常的喜欢。 从她出道开始到红起来,也是经历了许多的时间,她有一位女儿叫做邹元清,现在也是准备进入演艺圈,曾经还担任了一部电影里面的女儿,这部电影是秘国,主演陈飞驴,欧阳娜娜娜一起主演。 后来,严妮琴斯导演了一部电影叫做《我是你妈》,而且也和自己的女儿亲自上阵,也趁机想恨自己的女儿,但是没想到结果差强人意。 还有张凯莉同样也是这样,张凯莉同样也是一位资深的烙演员,而且演过的角色也是非常多,电视剧的奖项也是经常拿。 她的女儿叫做张可颖,而且容貌非常的可爱,同样为了捧女儿,也出了不少的主意,首先就是成为了芒果台一方节目的常数嘉宾,但是同样也是红不起来,但是这一位她没有捧女儿却非常的红,她就是姜恩俊,姜恩俊现在的年轻人,可能不知道她的名字,但是她的电视剧肯定是看过的,就是《小李飞刀》,当时帅气的外表, 也是吸引了非常多的人,她与前期生的女儿姜曼婷因为参加了创造101,后来也是名声搭葬,没想到没捧自己的女儿却最终红了,严妮捧女儿没红,张凯莉捧女儿也没红,她没捧女儿感到红了,对此,大家有什么看法呢?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留言。